老师通过这几次的故障处理 我已经掌握了计算机常见的故障诊断与排除的基本方法 是的 那么你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应该能够比较轻松的处理了 现在老师再跟你们介绍一下 计算机其他部件的常见故障现象以及处理方法 一 光驱常见故障 一 光驱毒盘有异响不能正常毒盘 光驱毒盘时有擦擦的摩擦声 可能是光头有问题 如果清洗光头后仍然不能毒盘 则有可能是光头老化 如果光盘放入光驱后 毒盘时颤抖很明显 嗡嗡作响 毒盘不稳定 可能是光盘质量差 盘片薄或厚薄不均匀 也有可能是光驱内部的压叠转动机构变形 卡死或松动 二 光驱无法使用 对于光驱无法使用的情况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处理 一 检查有没有安装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安装是否正确 BIOS设置是否正确 二 检查数据线和电源线连接 是否正确或接触不良 跳线主从设置是否正确 三 查看计算机的启动信息 看是否检测到光驱 三 光驱自动退盘或光盘无法弹出 在光驱中 放入光盘旋转几下就自动将盘退出 或者长时间读不出数据 按光驱上的弹出按钮 光驱托盘无法弹出 可能是光驱内部组件损坏或有异物 也有可能是光驱机械故障 引起控制电路异常所导致的 二 显卡及显示器异常问题 一 开机显示器无显示 计算机开机后显示无显示 但硬盘只是灯亮 通过系统启动声音 可判断已经进入操作系统 问题应出现在显卡或显示器上 应检查显卡与显示器的连接 或通过插牌法替换法检查显卡 二 屏幕上出现异常的杂点或图案 可能是由于显存错误 或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造成的 可先擦拭显卡经手指测试 再进一步判断是否是显存问题 三 显卡过热 显卡过热有可能导致花瓶 黑瓶 应考虑清洁 更换 或重新安装显卡主芯片上的散热风扇 或散热片 三 电源常见故障 一 电源异响 计算机运行时 电源有轰轰的噪声 有可能是电源风扇灰尘积攒过多 噪音增大所致 应进行除尘 二 功率不够 如果电源的功率太小 不足以带动计算机的所有设备正常工作 将导致系统软件运行错误 硬盘 光驱不能读写 内存丢失等 使计算机在使用过程中无规律重启 用户应根据计算机的配置不同 重点计算主板及板载设备 CPU 内存 显卡 硬盘的功率 选用额定功率合适的电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